1944年8月25日,驻守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德军宣布投降。 随着巴黎解放,法国在盟军的攻势中得以光复。 随后,在法国全境,针对德军战力时期曾与德军有过亲密接触的妇女进行了长达42天, 有组织有计划的私刑和羞辱。 这些妇女在当时被认定为是顽固的纳粹分子。 早在法国光复以前,地下抵抗组织就曾散发过针对这些与德军有着亲密关系妇女的警告信。 在当时的传单上写着这样一段文字, 一切向德国人投降的法国妇女,在光复以后将被我们剪掉头发, 我们会在你的背上帮你写上卖给德国人。 当年轻的法国女孩将自己的肉体卖给盖石台宝时, 你们也卖掉了法国同胞的鲜血和灵魂。 在这里,我们要警告那些未来的妻子和母亲, 你们必须以对祖国的爱和名义保持自己的纯洁。 这封警告信看似站在了大义凌然的爱国者的角度, 对那些与德国有染的法国妇女嗤之以鼻。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男人都无法保护自己的女人和女儿, 面受敌人威胁,却掉转枪口对这些妇女进行威胁, 是不是有点奇怪呢? 但发生在法国血淋淋的事实就是, 当德国战败以后, 这些曾与德军有过亲密接触的女人, 真的不得不为与德国人的露水情缘付出惨痛的代价。 根据1944年8月26日, 戴高乐领导下的自由法国发出的政府法令, 开始了对这些法国女人的清算。 在当时, 整个法国约有1.85万妇女被宣布为不配做法国人, 并被判处了最高一年的监济。 这些妇女被疯狂的法国革命者从家中拖出来, 对她们公开的剃光头发, 并命令她们跪在粪便里, 在脸上和身上画上十字标记, 半裸或全裸的游街市中。 在法国战后, 对与德军有染的妇女街头私刑期间, 法国人共通过各种方式杀死了五百多名与德军有关系的合作女孩。 法国人这种疯狂的报复方式, 让帮助他们光复的英美两国军人难以理解。 有时候实在看不过去, 也会对着这些疯狂的革命群众大喊, 为了上帝, 你们住手, 让这些女人走吧, 你们好好想想, 在德国人的占领下, 你们在场的每一个难道不都是合作者吗? 只不过你们是换了一种方式。 法国这种战后针对妇女的清算, 在欧洲许多从今德军中复的战败国中都普遍存在。 这些国家面对德军的进攻无能违逼, 取得的胜利也不是靠自己坚持抗击取得的。 在胜利以后, 总是有那么一点名不正言不顺, 于是只能选择通过嘲笑比自己更弱小的对手来获得心理上的胜利。 存在这样行为的国家通常都是二战中最无能的国家, 也恰恰说明了他们有多么口望摆脱笼罩在整个国家和民族身上那种无法洗刷的普遍耻辱了。